上回书说到曹操中了反奸计 杀了蔡茂张允 这一来周瑜的反奸计成功 蔡茂张允是曹操军中 唯一能够指挥水军的两位都督 把他们俩人杀了 谁来执掌水军呢 曹操传下命令 让大将毛戒为水军大都督 大将于晋为水军副都督 这两个人首接率令就跟曹操说 承下 我们两个人上着林敌可以打仗 但是我们不惜水战 怎么能统领水军 曹操手拧胡须 毛戒于晋 世上绝无难事 你们好好去练吧 定能胜任 曹操只能说这么两句话吧 两个人不敢违抗命令 说立成遵命 然后往旁边一推 这时候蒋干还在帅岸旁边站着呢 蒋干把嘴一撇着神气呀 要不是我 曹丞相能够把两个奸细给除了吗 能够把蔡茂张云给杀了吗 曹丞相看我立这么大的功劳 他得好好赏上我 这是奇功一见 他想的这美呀 没想到曹丞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退着 把刨手一等 曹丞走了 蒋干不明白呀 心说我立下这么大的功劳 曹丞相为什么瞪我 为什么一甩咆哮 这算赏了我了吗 蒋干到现在还蒙在鼓里 万万没想到 这是周公锦的离间之计 您要听京剧 京剧赤壁之战 要演到这个地方 蒋干蒋子义走到曹丞面前 啊丞相 这场大功劳多亏了我蒋干 蒋子义吧 曹丞看了看蒋干 冲他一点手 你尽天来 蒋干心说得赏我 他往曹丞跟前一凑 曹丞往前走了两步 曹丞冲着蒋干 呸 狠狠的脆了蒋干一口 蒋干还不明白呢 心说多亏了我蒋干呢 这时候曹丞相要几句唱词 唱蒋干 你本是书呆子一盆面酱 道书信不思量 做事荒唐 沙彩帽和张云 丧了两将 你就是他二人 送命的无常 曹丞唱了这几句 这蒋干还不明白呢 要怎么说三国演义这部书 周葛亮是事情不到先知道 周瑜是事情到了才知道 曹丞是事情过了才知道 这蒋干是事情过了全都不知道 蒋干还唱了几句 唱的是 这一场大功劳不加风赏 为什么反将我羞辱一场 我这里低下头暗暗思想 他还想呢 哦 是了 他想明白了 想必是魏周郎 他不肯归墙 蒋干 蒋子一下场的时候 还唱了一句 哎 曹丞的事 真是难办得很啊 到这时候 他仍然不明白 自己偷的是假收信 让曹丞中了周瑜的反奸之计 其实呢 周瑜用计 蒋干道书 周瑜用计是用对了 蒋干这个人是个文人 他是个念书的 我们说过 他不是谋士 在三国志里 对蒋干有记载 说蒋干这个人 有仪容 以才一变见称 就说蒋干 有风度 长得挺好看 而且能说会道 善于慈变 因为三国演义 不是历史 那么蒋干呢 又不是阻止 多么的测试 对于周瑜用的 这条离间之计 是描写的非常生动 而且特别好看 太漂亮了 那么周瑜 这条反奸计 为什么能够成功 这就是因为曹丑 认为两军 有长江相隔 没有办法传递消息 所以才让蒋干过江 要搁现在就好办了 通行工具那么好 那么多 可那时候不行啊 而周瑜也正是因为 大江相隔 没办法用计 所以正好蒋干过江 周瑜立刻猜出来了 蒋干过江 无非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 前来劝我归降 第二个 前来刺探军情 所以周瑜适水推舟 布置了一个 醉酒土真言的假象 并且在涮案前 仿了一封伪造的书信 蒋干劝周瑜归降 没希望 可是发现这封书信了 视为珍宝 不然的话 没法向曹丑 向交差呀 这个反奸之际 周瑜就利用了 一种人的心理 这种人什么心理 就是大道上来的消息 他总不相信 对于这小道消息 是坚信无疑 公开得的情报 他往往不以为然 而秘密偷来的东西 他却认为确实可信 正是这种心理 曹操才中了反奸之计 当然 曹操所以中计 还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周瑜伪造这么一封假书信 盲过蒋干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要盲过老谋深算的曹操 不是意识 可是事出有因 蔡茂张云两个人归降 在曹操的眼中 看他们两个人是产令之徒 曹操对他们并不是喜爱 暂时利用他们 让他们操练水军 所以从曹操心里 对这两个人充满了 证悟之感 再加上曹操早就疑心 疑心蔡茂张云 怠慢水军训练 认为他们两个人不够效力 所以这次一看到 蒋干到来的书信 他就能当机立断 把蔡茂张云立刻处死了 曹操虽然意识到自己中了计了 可是后悔已然晚了 曹操这人想来好面子呀 将错就错 吃了一个哑巴龟 把人头号令英文 而且让毛姐余尽 为水军大多多水军福度 蔡茂张云被杀了 曹操失去了两个得力的水军指挥 魏周瑜扬长臂短 以劣势胜优势 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所以作为一个指挥员 三国演绎这部书可看 不但精于用兵 而且善于用尽 杀了蔡茂张云 人头号令了 而且换了两个水军大多多 那曹操军中的旗号也得换 在水师大营 立起两面大旗 这旗子上的字就换了 原来是蔡和张 现在是毛和鱼 这一来消息很快 就传到了江东 周瑜得宝是哈哈大笑 心里这叫痛快 周瑜这乐呢 鲁肃卢子经就进来了 双手抱拳 都都 我露宿前来给您喝起 此境啊 我周瑜所忧虑的就是蔡茂张云 今天两个人被曹操所杀 曹操用毛姐余劲 指挥水军 安得不败 我周瑜高枕无忧矣 都督 您用计策能够成功 何愁曹贼不破 啊 周瑜听到这儿 他一看鲁肃 他突然间想起诸葛亮来了 心说诸葛亮见识 剩我周瑜十倍 这条计策恐怕瞒不了孔明 此境啊 我想我们江东很多人 都不会明白我周瑜使的这条计策 请你去试探一下诸葛孔明先生 用话挑一挑他 看看他知道不知道 然后立刻回应见我 遵命 鲁肃只好从命 就到江边 诸葛亮的小船 来看望诸葛孔明 等到了船上 马上上前十里 孔明先生 最近我鲁肃忙以君物 少来问候请原谅 诸葛亮微微一笑 打礼相还 此境啊 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客气 你要是不来啊 我还要到大营去找你 孔明先生 你找我鲁肃有事吗 吵你 当然有事啊 我叫你陪着我 去给你家周都督贺喜 啊 鲁肃浪了 两只眼睛看着诸葛亮 给周都督道喜 不知道我家都督喜从何来 子敬 你怎么也学会了骗我呀 周都督命你前来探探我诸葛亮 我也正是为这件事 给周都督道喜呀 此事的确可喜可贺 诸葛亮这么一说 鲁肃的脸色都变了 心说孔明是神人哪 先生 请问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子敬 公锦的妙计骗得了蒋干 蒙得了曹操 让曹操杀了两个善于水战的蔡卯张云 这不是一戏吗 而尽曹操杀了蔡张 知道中计了可又不肯认错 用毛姐余进两个不懂水战的战将掌兵权 操练指挥水军 好歹要把曹操几十万大兵葬送长江啊 这不是值得一贺吗 有这样可喜可贺之事 我怎么能不面见周都督当面祝贺呢 卢素是暗中吃惊 我的天哪 这诸葛亮可了不得 他怎么全知道啊 不但知道我江东的事情 连江北曹操的事 他却一清二楚 难道他能掐汇算未卜先知 我还在这干什么 我得赶紧禀报我家周都督啊 孔明先生 自禁告辞 慢着 自禁啊 你怎么刚来要走 是不是马上去面见周都督 把我诸葛亮的话 全都告诉周公锦 哎呀 孔明先生 你怎么这么说我 自禁 我跟你说 你这个人既老实又忠厚 你可以走 但是我嘱咐你 见到周都督 千万千万不要告诉公锦 说我识破了他的反间之计 啊 啊 自禁你要知道 公锦这个人心胸狭窄 他很难容人啊 他要是知道我识破了这条计策 必然会嫉妒我 说不定要想方设法害我 无论如何 你可不许告诉周都督 哎呀 请先生放心 我记住了 告辰 改日前来探望 鲁肃回到大营 进了中军大仗 周瑜正坐这等着呢 子敬 你看见周葛亮了吗 啊 都都 我见到了 他将写什么 鲁肃心说 这可怎么办呢 周葛亮不让我说 这周瑜是偏问我 我这人一说瞎话 脸红心跳 再说我跟周公锦相交甚厚 我们俩是好朋友 我不能瞒着周都督 都督 跟您说实话 诸葛亮早已然识破了您的反间计 而且说曹首杀了蔡某 张云后悔他不肯认错 他呀 还要亲自上大营来给周都督贺喜 鲁肃是实话实说 一句都没落 诸葛亮怎么说的 他怎么告诉周瑜 等鲁肃说完了 再一看周瑜 好像傻了 都督 周都督 周都督 您听明白了没有 苦命才知过人 他是未谱先知 哎呀 到这时候 周瑜才慢慢明白过来 他把拳头一钻 牙一咬 此人绝不可留 我非杀他不可 鲁肃一停的心 碰碰碰着跳啊 坏了 诸葛亮不让我说 我一说周都督还真要杀他 都督 孔明当事大嫌 您不能杀他 自经 留下诸葛亮是江东大后 哎呀 你说我 我为什么就 这把孔明先生的话全都告诉周都督了 坏了 他这着急呢 周瑜就想办法要把诸葛亮杀了 鲁肃一看周瑜不说话 都督 我跟您说您可不能杀孔明先生 您要是把孔明先生杀了 传到天下人耳朵里 因为人家识破了周都督您用的记忆错 周都督 尤其是曹操 他听见了还不高兴吗 啊 周都督您想一想 杀了孔明先生太可惜了 不能杀呀 您杀了孔明先生是愁者快 亲者痛 哎 四敬 你放心 我要杀诸葛亮 绝不能叫江东落个害贤之名 哼 我要想个办法公道斩制 让诸葛亮死而无怨 鲁肃听着都觉得新鲜 杀人还有公道的办法 不同 请问您用什么办法公道斩制 哼 我自有巧机梁某 自敬啊 你就不用问了 明日一早我召集文武议论军机大事 你把诸葛先生给我请到大帐 逗逗 我请是请 可是你无论如何要以战局为重 你不能杀他 哎呀 你特意的啰嗦了 鲁肃没有办法 只好告辞出来吧 第二天 周瑜升作中军保障办公 鲁肃呢 就按照周瑜的命令把诸葛亮请来了 诸葛亮是欣然而至 望着一座刻薄一尊 他就瞧着周都督办理军务 等着 等周瑜把军务大事处理完了 这才跟诸葛亮说话 空明先生 让你久等了 哎呀 周都督 为了国家不要客气 空明先生 曹操水战失利 又杀了蔡茂茂张云两名水军都督 是一定会在三江口以江东决战 先生 我用了反间之计 先生如此高见 我十分佩服 可是 现在马上要跟曹兵在水上交锋 有一件事情叫 空明先生 这水上交战 应该以什么兵器为先 诸葛亮连想都没想 哎呀 多多 大江之上 当然以弓箭为先 周瑜点了点头 先生说的太对了 不过现在我军中 缺乏凋零剑 我想请人来监工都造 但是你看 我手下人缘太少 各尽私职 空明先生 是不是请你分身受累 替我周瑜 都造十万只凋零剑 以为应敌之气 这是公事 空明先生 你万万不可推去 周葛亮听到这 拿眼睛瞟了一下鲁肃 心说卢子敬 我不让你跟周瑜说 你肯定告诉周瑜 说我诸葛亮识破了他的反间计策 我告诉你 你告诉他 他准杀我 如何呀 诸葛亮一看见鲁肃 鲁肃的脸 刷着一下就红了 鲁肃把头一低 诸葛亮就跟周瑜说 既然周都都已重任相伪 我怎么能推去 我可以监工 都造十万只凋零剑 都都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用剑 周瑜万也没想到 周葛亮 这么痛痛快快就答应了 心说 诸葛亮 只要你答应下来 你就算中了我周瑜之计 你就跑不了了 先生 现在曹兵随时可以进攻 这十万只凋零剑 迫在眉睫 绝对是耽误不得 我想给先生十天期限 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诸葛亮还没说话呢 鲁肃吓得 机灵灵 打了个冷战 心说周都督 你可真会用剂呀 你这就是公道斩制啊 这不是成仙骇人诸葛亮吗 十万只凋零剑 十天造成 谈何容易啊 就是三十天六十天 也造不出来呀 可是在这时候 鲁肃鲁子敬 没有办法阻止周瑜 只好瞪着眼睛 看着周朗 周瑜生怕鲁肃说话 又跟诸葛亮说 先生 十天期限 如果不行 我可以再增加几日 鲁肃实在忍不住了 冲诸葛亮之白手 能暗示诸葛亮的 你千万别答应 可诸葛亮看见鲁肃白手 就装作没看见他 微微一笑 都督 你给我十天的期限 让我兼功都造十万之剑 可是 刚才周都督也说了 曹操打了败仗 又杀了蔡茂张云 他肯定要急于大兵南下 如果在这十天之内 曹操大兵 要在江中与周都督作战 你的弓箭不够实的 岂不耽误军无大事吗 哎哟 露宿心说 你怎么这么说话 这不往周瑜嘴里送话吗 周瑜一听 是心花怒放 请问先生 几日可以监造完毕 诸葛亮伸手一举 三个手指头 都督 只需三天 就可以交纳十万只凋零 三天 孔明先生 你可要知道 君无戏言 哎呀 我诸葛亮 怎敢戏一耍周都督 既然答应都督 三天之内 监攻督造十万只凋零剑 我愿立军灵状 三日期满 如果办不到 愿将向上人头 书与周都督 周瑜太高兴了 心说诸葛亮诸葛亮 这可是你刺头罗网 到了三天之后 我就可以公道斩之 你自取其国 你死了 也怪不得我周瑜周攻警 来呀 君正司 看君灵状伺候 君正司 走过来了 捧上笔墨和君灵状 鲁肃急了 他刚要说话 这诸葛亮拿起笔来 是提笔就起 立军灵状人 诸葛孔明 今方周都督之命 三天之内 监攻督造十万只凋零剑 如期不能完成 甘当军令 立军灵状人 诸葛亮自控名 然后在底下 叉叉 画了牙了 诸葛亮画了牙了 他一抬头 诶 四经啊 我给都督立了 君灵状 没有中宝人 来来来 你过来 你给我做个中宝 诸葛亮也不管鲁肃 愿意不愿意 就在自己的名字旁边 写上 中宝人 鲁肃 致子敬 然后把笔 往鲁肃手里一地 子敬 来 你也画个牙 啊 鲁肃心说 诸葛亮啊 诸葛亮 你要死了 你还拉个垫背的 我给你做宝人 诸葛亮也不管鲁肃 怎么个心情 把笔放在鲁肃的手里 推着鲁肃的手腕 在军灵状上 啪啪 画了牙了 哎呦 鲁肃心说 我算倒了没了 这回把我都拉进去了 我想救你 都救不了了 到底诸葛亮 性命如何 下回再说 这回应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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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